開啟這個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這個邏輯 上函數我想大家都會 不過如果是有一些比重 比如說百分之多少 像假如說第一次月考 我是佔百分之三十 所以請你在第一次月考上面 輸入百分之三十 百分比 第二次一樣是百分之三十 第三次的話 百分之四十 這邊有百分之四十 那也就是說呢 我有四次加起來百分之一百 那如果說我的學期成績的話 理論上有幾種做法 第一個不外乎就是用公式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等於 他的成績 乘上 所以一個START 乘他的比重 加上他的成績 第二個成績 乘上他的比重 再加上 第三次的成績 再乘上 他的比重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公式了 然後最後打勾 不過打勾之前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那個比重 在第十一列 所以呢 底下有沒有向下填滿 下面十三要變十四 可是十一還是要十一 所以十一不能變對不對 怎麼辦呢 請你在十一的前面加上什麼 SHIP加上四 就是把它鎖起來 鎖列就好了 OK 藍其實不用鎖 因為我們沒有向右 所以十一的前面有沒有 十一的前面 加上一個前的符號 應該 應該可以看得到 只是那個解析度不是很好 大概知道一下 OK 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呢 這邊 因為這個解析度太低了 放錯位置 好 放在那個 記得喔 放在十一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向下填滿 這個錢的話 早上有講過 就是我把那個十一列固定下來 否則你向下填滿 那個比重的部分會跑掉 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結果 這個是利用公式做的 那你想說公式有點麻煩耶 如果今天的那個 列數比較多的話 那不就很麻煩 還要很多列嗎 其實你們在 簡報裡面的第32頁應該也有 所以呢 如果像這種問題的話 假設是兩個範圍相成的結果 你要放在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請你在倍數裡面 換另外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請你利用那個 數學與三角裡面 這個類別 數學三角裡面 這個類別 找到那個Sum開頭的 叫SumProduct Sum Sum Sum底下 有一個叫SumProduct 這個SumProduct 它實際上 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如果你有很多個範圍 比如說兩個 兩個相成 的總和 你要把它放在儲存格 某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SumProduct 按確定 它會跟你要什麼呢 Array1 如果未來你們看到Array的話 基本上指的就是範圍 那第一個範圍呢 就是什麼 比重的部分 所以有三個 那這三波檔 目前 因為只有三個還好 如果你有三 可能有十個二十個的話 那方式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範圍 互相成的結果 那你可以用SumProduct 那Array2的話呢 是它的成績 那當然如果說你還有第三個Array3 你可以再選 它這邊最多好像可以讓你選 最多255個範圍 不過理論上不會用那麼多 我們現在用兩個範圍 那一樣的方式呢 請你在那個 11列的這個範圍 把它鎖起來 那鎖起來的話 記得就是說呢 一樣在11的前面 加上前的符號 不過呢 你要鎖兩個 有時候我習慣 把它整個選取按F4 按一下的話 是藍列都鎖 按兩下的話 是鎖列 那理論上 我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那按F4 記得喔 範圍選起來按F4 它會自動在 你的藍列前面加前的符號 那稍微會快一點 我希望按兩下就對了 兩下只有鎖列 再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呢 它會自動也幫我把那個 兩個範圍相成的結果 算出來 那理論上喔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應該第二個方法 會比較快 尤其是如果你資料範圍越大的話 用三坡的還會越快 為什麼 因為一刷 整個就全部選好了 那如果說你用剛剛的公式的話 如果你這個 假如說有十四月考 他家平常考好了 那你不就一個乘一個 一個乘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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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乘到 對不對 很浪費時間 那如果你將來會有類似這樣的需求的話 可以用三坡達取代 OK 所以第一個 三坡達物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來看那個 sumif的函數 所以切到sumif 第一個sumputa 先試著做做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要來看sumif 這個sumif 等於是sum加if sum是加種 if是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 邏輯是當什麼條件為真的時候才加種 意思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怎麼做那個sumif 比如說像這一題呢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想要把銷售部的 這個範圍裡面 是銷售部的獎金 幫我加起來 這個開發部是 這個範圍裡面 是開發部的獎金才加 那當然未來你有可能 這個範圍裡面有很多部門 然後也會有很多獎金 那不同的部門的加種 那以前你可能要什麼 排序還是什麼 然後還要再篩選之類的 或者你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不過其實這種小範圍資料 沒事幹嘛用那麼複雜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重新排序 你資料亂掉了 如果你篩選 你還是會重新又會再把它變 如果你簡單的話 你可以用sumif就可以完成 可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sumprota先完成 再來試試看 用sumif做那個什麼呢 做